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意 你的每一个念头,看不见摸不着 却如一只无形的巨手 左右着我们的人生 一念之间是佛教用语 是直指人心最为切要的一句话 我们在世间生活 是好是坏 是善是恶 是福是祸 是贵是贱 都在一念之间 一念之间 哭婆便笑婆 一念之间 天堂便地狱 一念之间 立地成佛 一念之间 上穷必落下黄泉 一念思我 化地自现 一念为重 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福德因缘 一个善念孕育一个行为 一个行为滋养一个习气 一个习气决定一生命运 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运游新生 命有脊躁 你的命运完全在你的 一念之间 心态决定命运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是你的命运 就在一念之间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关注 您的点赞与评论 也是对我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喜欢 你的念头 创造了你的世界 所谓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有个小男孩 妈妈送他去读书 但他就是读不尽书 同窗们都喊他呆头 他也一直觉得自己很笨 对前途充满了茫然 有一天夜里 他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建了一座 宏伟的寺庙 心里充满了喜悦感和成就感 他醒后 把梦境告诉他的母亲 他母亲大喜 说这就是佛祖安 放在你心中的梦 你有出息了 小男孩从此 把母亲的话奉为指路明灯 他觉得在云云众生中 他是佛祖选众的人 在他心中 东升起了一个建筑梦 于是他便要求母亲 把他送去一个建筑工匠 那里学手艺 他每天都认真的 学习师父的手艺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他就想起那个梦 为了不负佛祖的期望 咬紧牙关挺过去 过了十几年 当年的小男孩 果然成了一位 很出名的建筑工匠 带领其他工匠 建造出一座 和他梦境中 差不多的大寺庙 这就是念头的力量 一念一世界 有了一个念头 就会有相应的一连串念头 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 这一系列的念头 配合上积极的行动 就会得到想要的结果 现代人经常说的 宇宙吸引力法则 也是如此 必须先有一个相信的念头 事情才会发生 在日本 被称为经营之神的 企业家道成和夫先生 曾经说过 心不患悟 悟不治 念头就是一个种 自在新田中慢慢生根发芽 然后开花结果 想建造出一个美丽的命运花园 就必须埋下好的种子 善与恶意念之间 江苏的贾先生 在上海租界一洋行工作 深得老板信任 一次端午节前 老板派他去城南一带收欠款 共收的银阳一千八百多块 回来的路上 在十六铺的茶楼 喝了点茶 就急忙赶回去交差 贾先生回到商行 才发现皮带子不见了 顿时如雷轰顶 大汗淋漓 吓猛了 慌乱中更加说不清到不明 一千八百多银元 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啊 如果不乱花 足够一个人用一辈子 他贾先生又如何赔得起呢 贾先生赶到这辈子完了 绝望地大哭起来 话分两头 另有一位普通人性意 也在租界从商 运气不好 赔了个金光 于是买好了那天五间的船票 准备渡江回乡 因为离上船时间还早 也来到十六铺茶楼 恰好是在贾先生刚匆匆离去 十一先生就到了 易先生刚坐西 发现身边的椅子上 有个小皮带子 也没多家里会 慢慢喝起茶来 许久仍不见有人来取 易先生疑惑起来 提了提 感觉沉重 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竟然全是光闪闪的银元 易先生惊喜交加 这可真是一笔大财呀 他不但可以改变自己 目前的穷困潦倒状态 而且后半生一时也有余了 但他又转念一想 不行 钱财是个有其主的 这钱我不能要 要是因为我把钱拿走了 施主因此而丧失名誉 甚至失掉性命 我的罪孽可就大了 易先生心想 既然今天让我拾到 了这些钱财 我就应该尽到责任 物归原主 他就坐在茶楼等 一直等到掌灯的时分 茶客都回家去了 只剩易先生一人 突然 他看到一个人面色惨白 亮亮呛呛地朝这里奔来 来人正是贾先生 后面还跟着两个人 一进茶楼 贾先生就指着这个茶桌 对那两人说 就是那里 我当时就是坐在那里的 三人静止向易先生桌子走来 易先生看得出 他们就是施主 笑着对贾先生说 你们掉了钱财吗 贾先生不可置信地盯着他 一个劲地点头 我等你们很久了 易先生说着 拿出那个皮带子 给他们看 贾先生感激地浑身颤抖 说 您真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啊 没有您 我今晚就要上吊了 贾先生 要用金钱筹谢易先生 但不管贾先生说多少钱 易先生都 拒绝了 最后 贾先生说 不谢我心怎安 明天早晨 在下在某某酒楼公后 恳请恩公大驾光临 不见不散 说吧 咦 掉头走了 第二天早晨 易先生居然来了 贾先生正要失礼再谢 易先生 却抢先道谢说 多亏您昨天丢了钱 让我捡回了一条命 贾先生一头雾水 正带细问 易先生接着说 我昨天原定渡江回乡的 已经买好了五间一点钟的船票 因为等您来取钱 把船 耽误了 回到住处 得知那条船行驶到半途 被急浪打翻 船中二十三人全都淹死了 我如果上了那船 岂不也一命归西了 是您救了我的命啊 说败再败 两人互相感激地一塌糊涂 周围的客人们听了都嘖嘖称奇 纷纷举杯向他二人祝贺说一些 先生一装 善举挽救了两条人命 故事到此还没结束 贾先生三人回去后 把事情一说 老板也十分惊奇 感慨地说 这么好的人真是难找啊 非要见建议先生不可 结果两人见面后非常投缘 经过一番长谈后 老板极力挽留一先生 并高薪聘请他主管账目 几个月后 老板就招一先生当了上门女婿 在以后干脆把生意全交给了他打理 穷困潦倒的一先生 时今不昧的故事很快传开了 他的诚信仁义赢得了人们的赞叹 大小客商都纷纷找上门来与他做生意 他家的生意越做越大 后来 易先生竞拥资数十万 成为了当地的大富翁 人生太过复杂 有时又很简单 复杂时 内心生出千变万化 简单时 福或就在一念之间 老子约或惜福之所以 福惜或之所福 人生从来都是福或相依 这福或之间的转换 往往就在于人的一个转念 善恶只在一念之间 也只是一念之间 人的一念可能铸成大错 种下恶因 并在将来承受恶报 一面也可以成就善举 积善成德 使得自己享受福报 关键时刻的善恶一念 就决定了自己的未来命运 苦与乐一念之间 谈经中云时有风吹翻动 一僧曰风动 一僧曰翻动 六祖会能曰 非风动 非翻动 忍者心动 影响人命运的 往往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本身 而是你对这些事情产生的念头 从前有个小丽 因为颇得上司赏识 经常被同僚们眼红 说她是非 有时还诽谤她她因 因此闷闷不乐 工作表现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于是她找到了一个高僧向其诉苦 高僧拿来了一个木桶 放了一片叶子进去 说道 这叶子就是施主你 小丽说 是的 沉在了木桶底了 高僧调了一些水注入桶中 打在叶子上 叶子先是猛烈地动了几下 然后浮起来了 高僧说 那些流言蜚语 就是这些注入的水 随着水不断地注入 叶子越升越高 最后随着溢出的水冲出木桶 流进桶下的小溪中 奔向大江了 高僧又说了 如果你把那些重伤你的语言 看成帮你成长的助力 看成让你奔向大江大海的水 你就会释然了 一切逆境都是磨练你意志的祝福 小丽听完恍然大悟 于是不再苦恼 并使别人的恶语为激励 越表现越好 不但没有被同僚的挤兑打沉 反而不久就升职了 苦难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相信了 你逃不出苦难 王阳明曾说过去未来是 四肢和意图放心儿 是是杂私律回不去的过往 担忧看不见的未来 只能是徒增烦恼 人生不过百余岁 不如活好每一个当下 汉宣帝时 因反对皇帝建宗庙仪式 夏侯圣和皇霸被一同打入死牢 皇霸喜不自禁 因他早已仰慕夏侯圣的才华 正欲拜师学习 夏侯圣苦笑道你我皆是将死之人 何必呢 皇霸正色道孔圣人有言朝闻道 稀可死矣 夏侯圣拍手称快 此后 两人便在狱中谈经论道 兴致勃勃 玉力很迷惑这两个快死的人了 还那么开心后来 汉宣帝冷静下来 不忍杀此二人 就这么一直拖了两年 最后两人赦免出狱 夏侯圣成了帝师 皇霸官至丞相 正所谓一花一世界 一念一人生 凡事皆有两念 竟随心转 你若怀着希望的念头 看到阳光 就会向着光明奔去 你若怀着沮丧的念头 聚焦黑影 就只能色缩在暗角 生活的好与坏 人生的苦与乐 不过就是一念之鉴 常言道人生无常 事事难料 事事其实易懂 人心最是难料 人心之所以很难测 主因还是因为人心一变 真正在看不到的地方 暗自操纵着人心的 就是隐藏在每个人心里的欲 这个欲其实就是心魔 一念起千山万水 一念灭万水千山 纵欲者 重物之本 寡欲者 重善之机 欲不可纵 因为欲望的膨胀 是无止境的 念不可偏 心念若意歪 必将恶从胆边生 好坏分两边 善恶一念间 人若想控制自己的人生 其实只需控制好自己的每一个一念间 王阳明说 此星光明万物生 心若向阳 遍复晴天 心念改变了 外在世界也会因此改变 人生种种 不过是一念之间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更多的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